在本视频中 在本视频中 您将会看到一些常见的防守犯规动作 防守犯规指的是会被裁判认定为犯规的防守动作 这些动作或是违反了比赛的规则 或是被判定为可能会伤及对方球员 在足球比赛中 有六种会被判罚的犯规行为 第一种情况是踢人犯规 例如 在铲球或者断球时 没有触碰到球 而是踢到对方的腿 会被认定为犯规 第二 推带球的球员 第三 拉扯对方球员 第四 冲撞对方球员 或者不以断球目的地 阻挠对方球员前进 第五 半摔或者企图半摔对方球员 导致对方球员处于可能受伤的危险之中 例如 当进行侧面铲球时 即使只接触了球 但由于这个行为会被视为 让对方球员处于危险之中 依然会被判为犯规 同样的情况下 如果在背后铲球 由于对方球员无法做出判断 也会被判为犯规 当距离对方球员过近时 抬脚过高也是一种犯规行为 最后 故意守球也是一种会被判犯规的行为 裁判具有自行裁量权 判断手球行为是故意或者是无意 为了避免不利的情况 我们建议您始终将手置于身体的两侧 现在您已经了解了足球防守中的 常见犯规行为 请在比赛中时刻牢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